加起來超過600毫克的鈉含量 這個是真的嗎 根據衛福部的資料顯示 100公克的吐司鈉含量 大約是443毫克 市售的吐司鈉含量 並沒有這麼高 反而如果是夾了火腿 培根等加工食品 會變成超高鈉含量食物 那攝取過多恐怕會傷身 而最近非常夯的生吐司 不但鈉含量高 而且脂肪熱量也很驚人 恐怕是最胖吐司 吐司抹上各種果醬好美味 生吐司口感鬆軟 吃起來香噴噴 但吃吐司有陷阱 網路謠傳吃白吐司 等於再自殺 兩三片吐司加起來 超過600毫克的鈉含量 隱藏超高鈉含量 真的有這麼高嗎 根據衛福部食藥署資料 吐司100公克 鈉含量實際443毫克 民眾最常吃的白吐司 一片鈉含量就有145.9毫克 生吐司一片328毫克 全賣吐司一片156.6毫克 最夯的生吐司 鈉含量最高 讓人驚呆 一般在製作吐司的過程 都會添加研發 所以除了鈉含之外 生吐司更需要注意的是 在它的脂肪還有熱量 民眾早餐最常吃吐司 吐司兩片鈉含量266毫克 看似不高 但如果加上鮪魚火腿 奶油培跟起司 變成超高鈉食物 長期吃恐怕變成慢性自殺 造成我們口渴 水腫 甚至是造成血壓 清血管 還有腎臟的負擔 吐司怎麼吃才更健康 可以加生菜 荷包蛋 或是里肌肉 增加蔬菜纖維和蛋白質 讓營養更均衡 不要狂嗑吐司當正餐 那含量太高 恐怕吃出水腫體質也傷血管 這也正黃世雲